美国又现血腥周末 枪案频发造成至少数十人伤亡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美国又发生多起枪击事件 以至至少8人死亡 50余人受伤 万圣节周末变为血腥周末 美国佛罗比达州坦帕什警方当地时间10月29日表示 该是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18人受伤 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 还有至少一名嫌疑人在逃 28日周六晚间 德克萨斯州一派队上发生一场由动物导致的枪战 造成三人死亡 三人受伤 当地警察局称 枪手是一名20岁的男性 目前仍逍遥法外 几乎同时 印第安那州一大型派队上发生枪击案 一名妇女被枪杀 另有8人被射伤 当地警方表示 在现场查获了多支枪 29日周日凌晨 坎萨斯州一家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进入夜总会连开多枪 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目前警方仍未逮捕枪手 正在向公众寻求相关线索 此外 本周末路易斯安那州以及芝加哥等地均有枪击案发生 路易斯安那州的家庭聚会中六名青少年遭枪击受伤 其中一人受重伤 芝加哥周末发生一系列枪击事件 共造成一人死亡 25人受伤 目前多起枪击案均在调查中